汝飞 卢 Guy Reviewer Products 孟瓦 璐璇 所以之前講的是太陽那個光伏特效應做的 那當然另外一個就是什麼 太陽熱能 那太陽熱能的話就是你把它變成熱 所以說之前講的利用什麼化學能 用化石燃料做出來的科技 這邊全部都可以用 它唯一不一樣的地方是怎麼樣 所以記得 以後不管講到什麼東西 如果是講到跟熱有關 比如說以後講到什麼 核能 或講到海洋溫差 都是用熱來發電的時候 就是跟前面的 跟前面的化石燃料 把燃燒產生熱能是一樣 這邊也是一樣 太陽熱能 對不對 也是就是說 最簡單就是什麼 你們可能現在 沒有這種事情發生 我小時候我們住鄉下 我們如果要洗澡是怎麼樣 把一盆水放在太陽底下 中午的時候就給它放在太陽底下 到傍晚的時候 水就溫溫的就可以洗澡了 以前我們真的這麼做的 那個看起來好像很遙遠 但是事實上就真的 真的大概三四十年前 就這麼做的這樣子 好 太陽熱能這邊講了一大堆 有的沒有的 反正就是一句話 就是什麼 你不像 它這邊講就是說 基本上是什麼 直接把太陽能聚光 你把它聚焦 然後呢 讓它產生高熱 那產生高熱之後 把那個 看似要推動什麼 蒸氣渦輪機 然後這個時候就可以發電 所以它整個做法是怎麼樣 是跟之前一樣的 先把那個能量變成熱能 這邊因為這個東西是太陽熱能 你會發現說在台灣比較沒有市場 因為沒有那麼大的地方可以種 等一下你看到那個 看到影片就知道說 大概什麼地方比較多 比如說澳洲 那種地廣人性的地方 美國的西南大陸 美國西南的各州 比如說德州 滑達州這些州 這蠻適合做太陽熱能 因為什麼大片沙漠 然後又是什麼 夏天多 比較少下雨 還有什麼北非沙漠 然後或許 中國大陸 因為沙塵暴的關係 或許不是那麼的適合 不過任何地方 只要是地廣 人稀有太陽的地方 沙漠 只要有沙漠的地方 都很適合做太陽熱能 它這邊講說 你看 之前我們看過台灣 台灣是整個南部 美國的話是這一塊 這邊是德州 新墨西哥州 科羅拉多州 內華達州 亞利桑那州 加州 這幾個地區的話 是非常適合做太陽熱能的 非常適合做太陽冷 只是說 像這種地方做太陽熱能 更適合 太陽冷的話比較 畢竟還是可以什麼 跟一般我們生活的房子 用在一起 太陽熱能的話就比較沒辦法 所以一般來講 我們看一下說 它的做法就是這樣子 你這邊有一個 這邊就是說 你要做一個什麼 做一個凹透鏡 類似這樣子 等一下看影片就知道說 連這個鏡子都是用很高品質的鏡子 不是我們一般的鏡子就OK了 連那個做鏡子都是用德國的 那種第一流的廠商做出來的鏡子 然後這個鏡子做出來之後 你就用凹透鏡的原理把它聚焦 聚焦之後的話 然後聚焦到一個管子上面 比如說這是一個凹透鏡 就在一個管子裡面 這管子裡面放一些特別的油 這些油的話 基本上它溫度可以升到300多度 你不能說什麼 用一般的蒸氣 那就100多度 搞不好流過去的話 就那個 你要用一些比較高油 然後溫度可以300多度 這個時候這些溫度到那個地方去 已經有一個銳焦焦氣 然後可以把蒸氣給那個 可以推到蒸氣渦輪機 所以任何東西 你有辦法把這個光線聚焦的東西 都是可以用來做 所以 經由這樣子的原理 你就可以看出來有三種型 第一有一個叫什麼 叫做 Truff 就是什麼樣 槽型 就是一片 就是一個溝 就是一片全部都是 然後前面那條就是 那個管子流過來 裡面就是那種特別的油類 然後就是一個槽 這個槽的話就可以 每個光線都聚光打到那個管子上面 把那個蒸氣怎麼樣 把裡面的溫度上升 這叫槽型的 槽型的 另外叫Truff 就是疊型的 疊型就是部件是怎麼樣 就是一個疊 然後中間就一個聚焦點這樣子 所以 槽型的一般來講是說 你要看看你怎麼設計 疊型的話 基本上就是什麼樣 就是你每個小疊子 就是一個小小的什麼 一個發電機 一個發電的那個裝置 那槽型是說比較大規模 大電力發電 因為他把所有的光 都經過一個槽這樣子 然後這個 等一下看影片就會很清楚了 等一下看影片是槽型的 那個影片沒有疊型 疊型你可以想像嘛 就是一個大的 跟那個什麼天線的疊子一樣 然後收集這樣子 另外叫做Central Receiver是什麼呢 就是說它也是類似它不是槽型 也不是疊型 它怎麼樣 它把所有的光都鋸到某個地方去 一般講是說你會有個塔 然後你這邊有很多的鏡子 這個鏡子可能是四方形的鏡子 這鏡子的話 全部的光都打到那個地方去 所以說有很多鏡子在疊 這個時候那個地方也是一個什麼 一個大規模的那個什麼 比較大規模的那個發電裝置 所以基本上你看 他這邊講說 這個槽型的354MW 354百萬瓦 疊型的是比較小的 一個一個的 就是50kW對不對 然後如果是Central Receiver 就是Central Tower 就是那種 也是可以到達多少到幾個百萬瓦 20個百萬瓦這樣子 所以這幾個是長這樣子的 所以你如果看就是長這樣 這是一個槽型的那個什麼 的那個截面 這就是一個槽有沒有 就是一個槽 一個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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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子 當然這個你還會轉向 因為太陽光隨著時間不一樣 它的角度不一樣 所以說基本上這些升級器的話 它還有一個轉向裝置 跟著太陽光轉 你當然這個東西的話 就是因為太陽光的轉法很一致 你就可以用什麼 用自動控制的方式 用自動控制的方式 用手動的 就幾點往這邊轉 幾點往這邊轉 就慢慢轉就好了 大概是這樣子 OK 所以他這邊就講 他這邊就講這個 就是說基本上 collector fill 就是基本上 它的一些collector 它的那個升級器的話 有很多一些 其實整個熱能的那個關鍵技術在什麼 在第一個那個晶片的製作 你怎麼製造出一個好的晶片 它的反射光可以百分之百反射 之前我們講太陽光能 太陽光電我們希望把光吸收 就不要讓它跑出去 這邊的話是說 要百分之百反射 而且反射之後的角度的話 是它 是我們可以預測的 所以它聚焦 所以說這是第一個關鍵技術 第二個關鍵技術就是什麼 就是裡面的那個什麼 熱 那個熱 怎麼把熱存起來 第一個你怎麼用什麼樣的流體 讓它可以 產生高溫 然後到最後 最後的話可以把水蒸氣給蒸發 推動蒸氣溫 這是第一個重點 第二個重點就是說 晚上要發電怎麼辦 所以說現在有那種做法是什麼 用一些鹽類 你白天的時候就把熱給存下來 那晚上沒有熱的時候 就靠這些高溫的鹽 讓它慢慢冷卻 把它放出熱來 冷卻放出熱的時候 晚上可以發電 所以基本上它的thermal storage 就是說我的儲存熱的一個裝置的話 基本上這是一個很重要的東西 這個也是那個 然後它是講說 基本上現在的話 大部分的做什麼樣的 做一個潮型的話 它是說的hybrid 什麼叫hybrid呢 它可以跟傳統的化石燃料結合使用 因為既然你要做一個百萬瓦型的花電廠的話 基本上代表說它應該是機載電力 那機載電力的話 你不能講說今天如果 我連續晚上還可以撐好了 我講說我用那個油 我用某種特別的鹽 我可以把熱能給存下來 那晚上還可以發電 但是如果陰雨呢 一個禮拜怎麼辦 這個時候的話你不能不讓它發電 所以 然後我們也講過了 這個發電裝置也是用熱發電 所以說基本上它一定有兩個 第一個這個熱可以從什麼樣 可以從太陽那個熱能來 第二個是什麼 稍微化石燃料 所以說基本上它是說它的hybrid 它的混合動力的來源是來自於什麼 來自於說它可以用什麼 Fossil fuel 它可以用化石燃料去做一個什麼 去做一個補充 所以說其實做熱能除了是什麼 除了是核能比較不好之外 因為核能裡面有核子反應的問題 所以比較沒辦法 大部分做熱能的什麼 化石燃料的話 你要都可以 如果當初設計的好 就可以跟其他的熱能一起結合 而不是當初 像比如說像地熱也是一樣 下禮拜開始我們會講 其他地熱也是一樣 它那個地熱能你如果設計好的話 之後這個地熱能 但可能搞不好這個新的比較簡單 不過基本上都是可以混合使用的 這就是幾個 第一個是碟型的 碟型長這樣子 顧名思義大家可以看得出來吧 這個理論上這個不能叫碟型 這個能叫碟型 或是叫做什麼中央型 這個有點點那個 不過一般反正是碟型的是說 要是用碟子 碟子然後就把光鋸 一般來講是講這個比較多 就是一個大碟子 然後聚焦的地方在這個地方 這個地方有高熱 這個熱的話就可以傳到下面 把熱傳到下面來 然後就可以有一個蒸氣渦輪組 用熱傳的方式推動蒸氣渦輪組 就是說一個碟子這樣子 或者是很多碟子 把它變成一個東西 反正它形成就是一個碟子就對了 所以這是ditch型的 然後基本上就是大概長這樣子 這是第一個 然後這個有的地方 是把generator直接在裡面 有些是直接就是在這個地方 就放個發電機在這個地方 比較小型的 比如說你要做幾百瓦的 或幾千瓦的 就可以這樣做 但是如果說你要用到比較大型的 還是剛才我講的 你要一個大的把熱傳到下面來 再做大型的發電這樣子 不過一般碟型都是比較獨立式的 然後那個什麼比較小型的發電 這個是看一下就好了 這個沒什麼了 這個是大概是這樣 這是所謂central tower 就是大概就長這樣 這個在北非已經做了很多了 在北非那邊已經有商轉的電廠 就長這樣 那一根就是我的發電所在 所有下面就很多那個什麼 很多晶片 全部反射到裡面去 全部反射到那一點 就是所有的光 全部反射到那一點去 這個時候的話 那個地方就產生高溫 大概都是三百多度左右 那三百多度的話 基本上就可以把熱散出來 然後把水融化 可以推動蒸氣渦輪機 這就是碟型了 這個在北非這邊已經 已經有一些碟型 所以 然後還有潮型的呢 欸 潮型的呢 潮型 潮型是剛才講這個 這個是潮型的 就是一潮一潮的 然後它不一樣的地方是 它會聚焦到前面 自己前面的那一點 然後有個管子流過來 有個管子流過來 裡面有那個 有那個工作流體 所以從這邊開始加熱 加熱出去的時候 也是要到溫度很高 這樣子 這是潮型的 所以這是幾個重點 所以你可以發現說 其實這個太陽能熱能 那個太陽能熱能 基本上它的技術也很成熟 唯一不能商轉的原因還是什麼 還是什麼比較貴 你如果所有的東西 只要是油價夠高的時候 它就有價值 不然的話 這個東西滿成熟的 而且這個東西基本上也還蠻不錯 對 OK 它這邊是講說 你看一下 這個都是講成本的問題 講成本的問題 所以基本上它還是 就大概 這邊有講說什麼 一度大概是9線到12線 或是怎麼樣子 對 所以呢 對我們來講 對台灣來講 太陽熱能事實上比較沒有發展的空間 因為台灣沒弄地 你說嘉南平原 或許勉強可以移那個 對不對 但是你嘉南平原是要來種糧食的 不是用來發電用的 第二個台灣也有煤雨劑 而且台灣還有颱風 所以只要有這種問題的話 放在外面的大量的那些很昂貴的玻璃面板 都是不太 台灣比較有可能就是什麼 怎麼樣 就是用來做熱水器就好了 就是最 你不要以為它很low-tech 但是它很實用 你家如果裝一個的話 政府有補助 然後聽說瓦斯又可以省錢 所以台灣比較多的是太陽能熱水器 那熱水器就是一樣 熱水器沒有什麼半導體 就是跟那個一樣 就把熱吸收起來 然後讓水加溫 就是這麼簡單 當然 原理好像很簡單 設計上面還是可以設計一下 對不對 這個還是可以好好的 第一個叫什麼樣 第二個叫做 這叫做我們叫被動式的 被動式的循環 什麼叫被動式的循環呢 就是你它自己靠它的溫度 因為溫度比較低 然後溫度比較高的時候就會往上走 所以利用溫度比較溫度差 讓它自己循環這樣子 比如說你這邊就是什麼樣 這邊就是水 那水的話基本上就是太陽那個加熱 加熱之後的溫度變高 它力度變強 它就自然往上跑 那往上跑之後的話 就到我們的保溫槽裡面 就這樣 所以變成說 你也不需要太多的什麼樣子 太多的那種 太多的馬達或怎麼樣子 這是一種設計 當然有沒有辦法設計到這麼好 我就覺得還蠻難的 對不對 基本上大部分還是像這樣子 你要給它一個什麼樣子 你要給它馬達 然後夠了的話就讓它循環 然後這邊就是收集起來 不然你晚上要洗澡沒辦法 太陽能最大問題就是什麼 你需要它的時候它總是不在 一般人不會白天三四點去洗澡 當然是睡覺的錢或是起床的錢 那個時候就完全沒有太陽了 所以說變成說你還是要什麼 還是要有一個急熱潮 叫急熱防腐 所以它是一個非常實用 可以那個是現階段 但是就是還是沒有辦法保障到百分之百 不過就是大概是長這樣子 大概就是我們一般的太陽能 太陽能熱水就是長這樣子 好好像沒有了 有 這是台灣現在講的 對不對 台灣我們講說全世界 難得我們台灣裝這麼多了 你看 單位土地面積我們安裝的是全世界第三 普及率是百分之四 在九十四年的時候就已經很那個了 基本上希望可以這樣子 所以你去外面看 看到很多那種亮亮的玻璃 你不要就想說它是太陽光電板 它有可能是太陽能熱能板 因為看起來都是長的都是亮亮 太漂亮亮亮都是長的那個 類似玻璃這樣子 好沒有了 所以這樣子我們就把整個 把太陽能給講完了 對 在九十四年的時候就不客氣了 漂亮亮亮的玻璃 就是 對 我們會感到 還有 保育 只想說 我們不會去